所以剛剛這個問題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裡面實際上儲存的 就是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的話呢 就通用格式裡面看到了 那我剛剛提到190年1月1號相差幾天喔 所以我要怎麼樣讓它不要是這個結果 而是真正得到我要看到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可以藉由剛剛用過的test函數 那怎麼做 第一個喔 我的習慣是這樣 一請你把游標放在C4暗示右鍵出成格式 二的話呢 請你找到自訂 把自訂裡面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那為什麼要複製這個公式啦 其實主要就是把這個公式貼到test函數的 第二個第二個參數 就那個format test 它就會自己幫你轉換成真實的 這樣的一串文字 那你再去用laps去切割它 答案一定會正確 所以喔 這個可能會稍微複雜一下 但是蠻重要的 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接下來的話在這邊做什麼事 就是直接喔 我們就是插入那個test函數 這個就把它取消 這個就不要用laps了 直接插入一個test函數 ok喔 test函數要做什麼呢 那一樣的方式喔 主要就是先把剛剛我們複製的那一段公式貼到format test 記得先兩個雙以後 移到中間 然後把它貼上 那至於到底這個公式裡面什麼意思啦 我覺得你先不用了解沒關係 因為反正它就是一個格式化的一個語言公式 那主要是可以幫你把它變成民國年啦 ok那不管啦 反正接下來呢 給一個value value的話就指向哪裡 指向升就可以了 ok喔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主要的變化是 本來是29846這個數字 經過格式化語言之後 它就變成一串文字了 就是這個 那也就是說呢 把原來你看到的就真實變成就是那樣子 格式是假的 這個才是真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遇到那個狀況 你看到跟你得到的不同 你記得用test就搞定了 這個函數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但我發現很多人不會用 如果你會用的話問題很簡單 按確定 可是問題說老師我只要前兩個字怎麼辦 很簡單 只要在這個公式外面呢 再加一個lab 所以把公式減下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這個lab函數 lab函數 然後把剛剛的文字貼到這個地方 然後取兩個字 所以 number choice就兩個字 所以取70 然後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哇 黏刺就對了耶 有沒有 我剛剛不對 主要就是透過test函數就搞定了 好 但是跟各位講 因為我要做統計分析 因為待會我要計算什麼 70年次 那70年次什麼意思 就是70到79 那60就是60到69 50就50 一樣嘛 你就五年級生 六年級、七年級生嘛 但是各位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群組的話一定是個數字 可是請問一下 現在的這個資料到底是數字還是文字 有沒有發現 它是一個文字 有沒有發現 因為lab得到是一個文字 其實你說 老師 我明明看到這個數字 為什麼你說它文字 我們看到的跟實際上Excel不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樣給它 後面會發生錯誤 因為為什麼沒辦法統計 它會把它當文字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一些 像群組類的動作 就沒辦法做 那怎麼辦 其實你這個時候就有必要 把它轉換成數字 那另外有一點 你們可以看到 在對齊方式 有沒有發現 年次它這個結果 它會靠左來靠右 有沒有 靠左對不對 其實如果你看到資料靠左的話 絕大部分都是文字 那怎麼知道是數字 很簡單 它只要靠右這個數字 那你要怎麼樣轉換成數字 還記得吧 我們上禮拜有用到一個函數 叫做value 有沒有 所以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把它變數字的話 請你再到這個公司外面 包一個value 那兩個方法 我的奇怪是直接在這邊打 打個v 等號後面打個v 它其實會提示啦 value 第一個就是點兩下 它會自己幫你加前刮弧 你自己再到後面補一個後刮弧 好打個勾就好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如果你仔細看一下 它有一個變化 滿大的變化什麼呢 這個時候有沒有 它的對齊方式馬上就跑到右邊了 那表示它已經變一個數字了有沒有 OK 那現在來的話就把它快點兩下 你就可以做統計分析了 OK 那怎麼統計 待會 不過待會如果我要統計出 哪一個年次的人最多的話 那要怎麼做 這個時候待會會需要用到一個功能 叫做樞紐分析表 這個樞紐分析表 也是以sail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如果你會的話 事情就簡單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把年次的這個欄位產生 有點複雜 三個階段 第一個先用test 第二個用letter 第三個用value OK 試一下好了